一到夏天我就尝做这个无糖绿豆饼 各个薄皮大线香甜不腻 一小碗绿豆 一小碗去喝红枣 拌一小碗花生碎 花生我是用的生花生 用开水烫一烫就可以剥掉皮了 水大约是平时煮饭的两倍大 盖上盖子按煮饭碾即可 如果一遍煮不熟 还可以再加点清水再煮一遍 煮到绿豆可以轻松碾碎即可 煮好之后用擀面杖捣碎 再放到模具中 抹平整压结实 冷却之后就可以直接切块开吃了 这个绿豆糕豆香满满早香浓郁 真的超级好吃 吃不完呢还可以做成绿豆饼 分成30克的小球即可 现在来和面 200克普通面粉加4克泡打粉 100毫升40度左右的温水 先搅拌成面絮 再加入40毫升食用油 揉成稍软的光滑面团 用它揉好之后 我们盖上保鲜膜 醒面10分钟 10分钟到了 我们再放到案板上 给它搓成长条 再切成20个小剂子 每个小剂子大约15克左右 小剂子先揉圆 再擀成薄片 上面放上一个豆沙球 用虎口轻轻向上推 这样推出来的饼皮会非常非常的薄 收口处用手捏结实 防止漏线 多余的面片我们可以给它揪掉 然后放到案板上 把两面压平整 对面称提前预热刷油 放上绿豆饼 再盖上盖子 中火烙 烙到一面微黄 我们给它翻下面 然后盖上盖子 继续烙 我们需要反复多次翻面 直到饼的两面金黄 饼皮熟透 这样做的绿豆饼 上下两面是酥脆的 中间软软的 鲜料沙沙甜甜的 豆香满满 早香浓郁 真的非常好吃 喜欢的话 收藏起来试试吧